当地时间2019年2月2日,为内瑞拉加拉加斯,为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支持者,举行大规模集会。 视觉中国托二日,为内瑞拉街头再次发生单规模的示威游行,支持马杜罗和反对派领导人光一多的民众纷纷上街。 据华盛顿邮报三日报道,马杜罗在集会上表示,他将支持委内瑞拉议会,原定明年举行的选举,提前到今年举行。 这项任务,将委派全国制限大会主席卡贝罗负责,同时,委政策有意恢复委议会的立法权和正常职能。 目前,反对派控制着国民议会,而马杜罗政策控制着更强大的制限议会,马杜罗要求改选前者,而不是后者被视为对反对派的打击。 报道指出,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和反对派的紧张关系。 反对派领导人关伊多,在周六游行当天宣布,将在本月十二日,继续举行全民大游行,以保持对马杜罗当局的压力。 他说,在未来几天,反对派将试图通过陆地和海上的三个边境点,从哥伦比亚,将人的主义援助运送到该国。 他称,这将是对委内瑞拉军方的考验,他们必须选择是否允许让援助通过,或是遵守马杜罗政府的命令。 在委内瑞拉近日的这一轮政治动荡当中,军方的态度,被认为是国内各派政治决力的关键。 而就在周六游行前,一名空军高级将领到哥反对派,这也是继派著美国的委内瑞拉大使官武官,陆。 军上校袭阿拉扎斯路斯尔文,上周六二十六日,承认反对派领袖监国会议长阿光伊多·王威德·韦威内瑞拉合法总统后,首位线级的将军及军方将领公开表态支持反对派。 身穿军服的委内瑞拉空军将领亚内斯将军F-R-A-N-C-I-S-C-O-Y-N-E-Z二日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公开力挺光伊多,承认他的临时总统地位。 他表示反对马杜罗政府,并称,军队里多数人已经不支持马杜罗。 亚内斯是到目前为止,公开支持反对派领导人的军方最高级别高官。 资料显示,他担任空军战略策划部的主管。 亚内斯的表态,随即遭到了官方的博士,为内瑞拉空军司令部的威德战户发布回应声明称, 我们必须强调,他亚内斯对军队没有任何指挥权,他只是在担任级别较低的职务。 军方还称,亚内斯之所以改变立场,是因为他的父亲正面临腐败调查。 此外,军方的一些重要机构,包括军事航空学院,也在其官方Twitter上发表声明谴责为亚内斯,称其为叛徒。 报道指出,亚当斯的行为仅是一个孤立还是推倒军方对马杜罗支持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目前仍有待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